波炳你下來 好 你看 他也是 他們兩個去同一店買的衣服 他也跑不到哪裡去 波炳穿這個我覺得比較像是 什麼髮濕還是什麼那種 對 我腿粗真的是沒辦法 就是你那個 我們的線條會看得有點明顯 老師 我必須講 我們去試這個褲子 穿起來要像這樣就是 就是寬褲對不對 對 但有一天你一穿起來 你發現你這裡很卡 然後這裡也很卡 就不要買了 就不行 因為這種沒有延展性的 基本上如果你撐起來它的衣 可是很涼 很涼 對 我這個超涼的 對 很涼 很涼 它料汁又薄 你臀部是不是比較寬的關係 所以你就不適合穿直條紋 這麼明顯的寬褲 因為你在褲檔那邊 它的直條就變成A字的線條 不要本來是參加那個 那個世大運回來嗎 三層 現在穿它 三層 而且它這邊很豐滿 還穿那麼 這裡下盤要大 夠壯 可是那個 那是寶可夢對不對 對 胖丁 它眼睛快變成八哥 就是因為你的 上圍太豐滿了關係 就脫脫 它上身是瘦的 我覺得 可是我覺得寬褲 再搭長板外套 我真的看不懂得 它如果再寬 它就會怕變成這樣 對 可是我覺得 因為它是配了長板外套 所以整個視覺上面是往下掉 就看起來很重 這個人很重 因為我真的手臂很粗很粗 但是因為個子比較高 市面上的短板外套 通常就是會 或是真的太短 所以穿起來就很尷尬 我就大部分 會買長板的外套來穿這樣子 因為就不會覺得 那麼半長不短那麼奇怪 那就不要打寬褲 比方說大概合板一點的 可是腿就會很粗 就塞不下別的褲子 如果穿那個 Legging 可是妳要說今年不流行Legging 那我想一下好了 Legging 我自己想到明年是大明年 因為它的體型很特別 很特別 它的體型很特別 對 國家代表